这一样开机上线 系统显示 读取 启动中 启动完成 其实我们是我回连 就是回我们的机械源点 我们选择OX6.4 然后开机器 远一点 现在我们的回程完成 我们现在往下方向走一下 挂来走一下 我们下方向走一下 然后移动到我们的 XY圆点的位置 我们清零怎么清呢 按照周景的路线补充 按照XY到0 4号按键 然后一起充 这时候做不需要显示的XY就已经清零了 那么往上提高 然后迈过去 我们到这个中心点 材料的中心点 然后去对我们的 上本面 调整三个上本面 对我们的锐刀 然后到表面之后 我们还把锐刀给清零 清零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的锐刀要清零 现在锐刀是负零量5 我们清零的话也负零是一样的 按照周期都听一样不说 ZC到0 就8号按键一起充 我们选择Z轴 现在就清零了 Z轴清零 现在显示一个243 正向243 正向243怎么来的呢 我们点menu 点这个 点这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243 然后运行键改成零 改成零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来 进去清零 现在改成零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工 我们可以加工 就是说我们三轴开初可以加工了 如果说我们现在对刀是净加工 四轴净加工 我们现在按照 我们现在需要设一个摆长匙 如果是三轴现在已经可以加工了 现在我们是四轴100轴加工 我们还是一样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偏移量射成摆长 负 这个是负值 负243 然后点确定 再次确认 返回 这个时候我们的素质没有发生改变 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需要按照周期中的一件补充 就一直暂时清零 然后22伏ZC等于零 选择这种 OK 现在是213正向 我们的摆长已经进去了 这个时候可以实行金加工 就是四轴100头加工 选择成运势方法是一样的 选择选择我们的内部文件 或者外部画的U8文件 首先我们按运行键 选择文件 然后我们的文件选择它 然后改下速度值 改下进口倍率 咱们点启动就可以了 然后在过程中 我们的主转速可以随着调节 按着现在是F6 因为什么呢 现在是六档档位 没有没有启动 启动的情况就是S6 没有启动就是F6 我们档位的调节 就是按照周期中的一件补充 按照锐减 往下降档 按照锐加 往上升档 按照ALL OFF 然后锐加一起松 就是往上升档 我们的加工过程中 按照Y加是加速 按照Y减是减速 过程中按照Z加跟Z减 直接主轴调大 给你发现 放下档